社会消息则是要来关注酒驾酿货还说谎谢泽 在台东北南乡10号凌晨2点多 有一台轿车自撞路旁货车引起居民的关注 而当是驾驶下车时还拜托大家不要报警 后来也说谎谢泽 经过警方的再三劝导才坦诚 他跟朋友一起到部落里喝酒 因为朋友喝太醉了无法开车 请他帮忙开车酿货 而他的酒测值0.61也被依法送败 一辆轿车偏离车道撞上停在路边的货车 强大撞击力把整辆货车向前推 冒出阵阵白烟 你开车 等一下不要报警 风景居民吓到出门查看没想到驾驶下车 第一句话是先不要报警 你开车吗 开车 面对询问驾驶一开始还说谎 试图撇清罪责 原来是酒驾酿货 你们三个都有喝酒吗 都有喝 所以到底是谁开的 我开的 他已经喝很醉了 那他委托我帮他开 驾驶还原经过表示 他和朋友一起到部落喝酒 因为朋友酒醉无法开车 因此请他帮忙开车再回家 10号大约凌晨2点 他们行进台东悲难相识 却自撞路边停放的货车 驾驶受到轻伤 后座的车主和车主妻子都重伤 其中一人还一度受困车内 索性送医后都没有生命危险 至于遭状的货车车主 早上来到现场满脸无奈 太厉害了 因为我那整个都拍了 好好好 这都八成 教师男子受到朋友请托 自己却酒驾酿 或甚至说谎谢责 最后酒册值0.61 依公共危险罪嫌 依从法办 记者柳林祥台都报导